大家好 这里是随他乘可爱 今天是3月8号 就是前一阵子 我做了一个影片 讲的HPV知晓日的3月8号 今天终于到了 那今天要谈谈就是 国际妇女节 2024年国际妇女节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的主题是 Count Her In Invest in Women Accelerate Progress 也就是说联合国妇女署 他呼吁我们各界为妇女投资 加速构建一个更加平等 更持续的未来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 我们也延续的上一次 我有聊到的这个 所谓的宫颈癌的筛查 那因为我之前也提过说 我是做这块工作的 那今天的话就是要讲一个 比较怎么说 台湾的人应该都比较知道的 96分钟呼一声 我们讲的子宫颈癌抹片检查 子宫颈癌抹片检查 是一个寻找子宫颈内 异常细胞的检查 那一般叫PAP 那一般受检者呢 他会仰卧在这个检查台上面 然后我们把这个 需要去插入受检者的阴道 vagina里面之后呢 他会慢慢地分开阴道壁 以改善这个观察情况 那会用子宫颈刷或者棉花 轻轻地刮去子宫颈壁的一些细胞 那在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舒服的地方 那出来这个取压器之后呢 把所得的细胞放在这个 细胞保存液里面 会送去做病理学的评估 叫Pathological Devolution 那这个时候呢 受检者可能会有小小的阴道出血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他小出血会自行停止 那检查完之后 就可以恢复日常生活的活动 我自己的话是 还蛮重视妇女的健康 因为我自己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呢 曾经参加过社运 去支持那些 关怀那些就是工艙 就是工艙的社会运动 那么后来呢 在社会上面也遇到很多的这种 关于性方面的疾病 跟性方面的甚至到一些疾病问题 那我自己现在做的是像这样的一份工作 然后我对女性的这个身体健康 跟怎么说 就是 女性的身体健康的话 还是比较重视的 其实我一开始做医疗行业的时候 我是做超音波 大陆叫超声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就是 很大的一部分用途呢 就在 筛查女性的这个 运检这部分 那后来的话呢 因为做了这个 核酸检测分子诊断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 之前的文章题 之前的影片有提到的 根据联合国所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 每年有1.4亿的女性 成为了母亲的身份 在这个漫长又神奇的过程中 一位女性要经历过 38周 280个日夜 6720个小时 从一个受精卵 到婴儿的刮刮坠地 这个过程呢 是非常神奇的 在这个特殊的旅程中呢 母亲跟胎儿都要经历过 很严峻的健康挑战 那么怀孕是一个充满 期待跟挑战的过程 对母亲而言 她们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确保胎儿的健康发育 与此同时 胎儿在母亲的子宫中 逐渐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然而 母亲可能会面临孕吐 水肿疲劳等不适 而胎儿也可能面对着 出生缺陷早产的问题 这些健康挑战呢 就需要医疗专业人士的 关注跟支持 以确保母子平安 是的 母子平安 这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 更是家庭幸福的开始 联合国的数据提醒了我们 保障母亲的健康 是全球共同的责任 各国应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 提供全面的孕妇保健服务 确保每位母亲都能在安全 跟健康的环境之中 度过这段特殊的情况 在关注公共卫生的议题之下 我们应当认识到 母亲母婴健康 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为每个产妇提供最好的保障 在影片的最后 也呼吁社会加强对女性的权益 跟尊重 因为这不仅仅是 对女性的基本权益保障 更是投资我们自己 社会的未来 因为女性多数间负责 生儿育女的 众德大人 那么我是水大成可爱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一定要订阅分享 加开启小铃铛 就是这样子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